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Ferg Burger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Ferg Burger 以紐西蘭比較高的物價而言 這個Ferg Burger 以紐西蘭比較高的物價而言 Ferg Burger就是一個CP值超高的漢堡 那個Ferg Burger真的是超級無敵大一個人 那個Ferg Burger真的是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漢堡 而且你如果想要 那個Ferg Burger真的是一個超大的漢堡 你一個人吃就可以吃到飽的狀態超級猛 那食量比較小你甚至可以把它當兩餐來吃 那到紐西蘭一定不要去吃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肯德基阿或麥當勞 我們去吃就變成 那到紐西蘭千萬不要去吃什麼素食餐廳 像是... 到紐西蘭千萬不要去吃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肯德基 到紐西蘭千萬不要去吃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麥當勞或是肯德基 又難吃又貴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要等兩個小時 你才吃得到 到紐西蘭千萬不要買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麥當勞或肯德基 又貴又難吃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 到紐西蘭...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買他們的素食餐廳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買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麥當勞或是肯德基 超難吃又超貴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要等兩個小時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買他們的素食餐廳 又難吃又貴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要等兩個小時 你才吃得到的原因 在紐西蘭千...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買他們的...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吃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麥當勞或肯德基 超難吃又超貴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要等兩個小時 你才吃得到漢堡的原因 直接... 直接...五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SkyLineLuge Luge 下一個景點就是SkyLineLuge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Sky 下一個景點就是SkyLineLuge 這個Skyline Looge是一個意外我們不小心找到了一個地方 這個Skyline Looge原本 這Skyline Looge原本不在我們的規劃當中 但是我們看到了 我就超想玩 所以我們就去玩了Skyline Looge 我們就坐著纜車 我們就坐著纜車到了山頂上 然後在那裡玩花車 所以又有風景看 所以又有風景看又可以玩 真的是超級讚 這是在Facebook幾年前我有看到的這個影片 我真的覺得超帥氣 但是我們終於把它實現了 所以Skyline 5顆星 又好玩又好看